香港的傳統產業基本上與周圍的競爭力沒有特別優勢 如果香港不做創新產業 香港的整體GDP和時薪漲會越來越窄 特別是就業問題也是迫香港一定要做創新產業 創新創意是難的 不要不予放棄 大家要有一個耐性 有一個毅力 繼續保持這個熱情和熱城 一直努力 所以我覺得要有一個熱城 要有一個韌力 要給點時間 我覺得我們香港是可以殺出一個業務 香港一定要跟珠三角融合在一塊 共同來推動這個科技產業的發展 因為我們好多有些環節 我們現在並不具備 這些都在珠三角都具備 就像香港你要開公司 如果你要沒有把中國的資源用起來 你是不可能做好 因為過往整個香港的角色 就是在金融和產業上太容易賺錢 現在大家都知道 中國的說話是窮則變變通 我相信現在是最好暑機 以及最有機會做好創新產業 因為創業是一個週期 它一定要先開始的時候 有一班先頭部隊 先頭部隊可能會經歷比較多的困難 比較多的學習 但他們會慢慢累積到經驗 這些經驗將會很寶貴 令到將來他們再創業 或其他團隊來創業 都可以吸收到這些寶貴的經驗 變成了走的路 沒有那麼多冤枉路 也成功得快些 企業的提出 企業一定不是只能想 要出來說 我想做些甚麼 我想怎樣做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鍛鍊 亦都很好的給投資者 看這個團隊 他有心 還有有 passion 還有有步驟去做 當有錢配合的時候 企業發展就會快 今次我們看到 有很多想有對創業有興趣的人 或者說過其他不同的角色的人 例如是投資人 或其他機構都有參與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我覺得通過這些活動 大家可以找到他們的生意拍檔 令到他們的創業路 可以更加容易 當然創業永遠不會容易 但你一定要找到你的拍檔 例如這些場合 可能會找到他們的拍檔 有時會找一些導師 有時會找一些業務夥伴 甚至找到你下一個員工 都會在這些場合上找到 所以我看到今天舉辦很好 亦會有很多這些會出現 希望大家對創新創意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走出來多些參與這會檔